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看 注意了 老师刚说完 小田算不需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审题 咱们赶紧来看看题目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字啊或者词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看 你觉得哪个地方挺重要的 在下面 合适的地方 我们先将合适两个字圈起来 这啥意思呀 刚才是在数和数之间 没错吧 那现在是在合适的地方 有的书上管它叫做合适的地方 还有一些书上可能会说适合的地方 没关系 什么意思 指的是 你觉得在哪天好 你就在哪天 你想在哪里天 我们就在哪里天 明白 好 再来 注意了 先看看我们的位置 嗯 位置人家没有给你固定下来 那再看看人家让我所填的符号 让我们填什么符号 是能填一下 看到了吗 填号都不能用 就使得这个算式成立 当然啦 旗站当中还有一个括号 看看括号里面怎么写的 位置相邻的两个数可以组成一个数 什么意思 比如说一跟二 这叫做相邻的两个数 对不对 挨得很近 那好了 他们可以组成一个数 那就是十二 听明白 再往下 二跟三 也可以组成二十三 听清楚啦 好 那你看一看 这道小题 我们应当如何去想呢 注意了 要想去凑七十五 同学们 哎哟 如果注意 我就在这些数跟数之间去签的话 你认为能不能满足要求 从一一直加到六 乐乐老师是不是让大家背过 对不对 现在应该非常的熟 好 抢答 准备 从一开始一直加到三等于几 非常好 应该是六 那我再问你 要很熟了 从一开始一直加到四 同学们等于多少 当然是十 好 抢答 从一开始一直加到五 应该为 没错 十五 那从一开始一直加到六 等于多少 哎 这就应该是二十一了 再考你一个 从一开始一直加吧 好 加加加加 加到几呢 联系的自然数我加到了九 你能告诉我等于多少吗 当然是四十五 再来一个 从一开始一直加到十了 等于多少 非常好 有一些小朋友记得很清楚 如果有一些小朋友 注意了 哎 没有记住的话 希望你赶紧呀 要把它记住 四十五加十应该为五十五 对吧 OK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很显然从一开始一直加到六 这是二十一 注意了 距离这个七十五好像有点远呢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这道小题 我们如何去做呢 交给电脑钱聪明的你了 先来尝试一下吧 请大家暂停视频见 怎么样 小朋友们 你有思路了吗 好了 别忘了刚刚老师介绍的倒推法 好吗 咱们慢慢地去做 走着 审题要点 注意了 指添加 嗯 一定要记住认真审题 思路分析 我会先找呀 离这个结果最接近的数 好吗 好 注意了 我就管它叫做凑数法 今天介绍的这又一种方法 第三种了 对不对 OK 凑数法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凑呀 宝贝们 请你细数地告诉乐乐老师 这里面谁离七十五最接近 大声告诉我 有同学说老是六 我觉得吧 这个六离他还不是最接近的 谁呀 你看到这句话了吗 位置相邻的两个数可以组成一个数 所以这里面谁离七十五最接近呀 哎 棒极了 大声告诉我 五十六 对吗 OK 五十六离他最接近 你看我怎么去做的 一定要养成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我呢 会在五根六的下面画一道杠杠 来吧 这个杠杠就表示五根六之间 我就不需要再填加号了 要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相当于把它捆起来了 好不好 OK 下面想一想啊 来 谁加上五十六等于七十五 好 想起来试一下 谁加五十六等于七十五呀 如果没办法口算的话 没关系 我们在旁边列个数式 要算其中的一个加数 我们要用和减掉它 对不对 七十五 请你注意了 从末位算起 五减六不够减 从前面借一位 前面注意了 借位福别忘了天上 十五减六等于九 七结架一个 还剩六 六减五等于一 找到了 那就是十九 对吧 好了 哇 十九 那你说用前面这个一二三四怎么去凑十九呀 都加起来 一加二加三加四才是十 那十九谁来帮一帮我 怎么办 非常好 大声说 我可以怎么去凑呀 哦 一跟二 你们想看成一个整体 对吧 那就是十二加三 非常好 再加上个四 是不是刚好就是十九了 对吧 我们来查查 这是十九 十九加五十六等于七十五 完了 词题搞定了 没错吧 非常的好 所以啊 我们小朋友 你看 就一步一步的来 注意 你看看 搞定了 建议大家 这下面要画好小杠杠杠 就表示啊 他们之间不需要再填加号的 那有同学会有疑问 老师 你怎么写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式子呀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 刚刚乐乐老师介绍了一种方法 那现在请大家暂停视频间 能不能呀 能不能呀 自己动动脑筋来思考一下 这个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我要比一比 看哪个小朋友最聪明 怎么样 宝宝们 做完了没 非常好 那有同学说了 老师 接下来我不想找五十六了 我找谁呀 我找下面一个 离他比较近的 好不好 你们找谁 哦 找四十五 挺好 来 那四十五 这儿肯定比较加了 对吧 四十五加六等于多少 非常好 五十一 没错 那谁加上五十一等于七十五呀 来吧 不能口算 列个数式 这个数式特简单 请看看 还是一个普通的减法 五减一等于四 七减五等于二 所以这是二十四 哇 帮帮忙吧 谁能够用前面一二三帮老师来凑个二十四呀 太棒了 大声说 一加二十三 是不是就是二十四了 对吧 有一个同学 老师 我做完了 在面书班有同学 哎哟 老师你看 加号我也填了 线我也画了 这样就把手举起来了 同学们你说对不对呀 不对 为什么 你别忘了这个地方 你得填上加号啊 不然它就变成什么东西了 就变成两千三百四十五了 对吗 所以一定要认真 很好 好啦 这道小题 一加二十三等于二十四 二十四再加上五十一就等于七十五啦 第二种方法也搞定 注意啦 很显然呀 同学们 我们对于最后结果比较大的这样的式子 经常会采用凑数法 来看一下石老师点金 请大家把凑数法这三个字记在你的讲义上吧